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布当妈 图 翻摄自吴亦涛 李宇童微博 李宇童自2020年9月份开始 便先少在微博发文 直到昨才发文公开 这么久 没有出现的原因 原来是怀孕生宝宝了 虽然经历了异常罕见的磨难 但你平安的降临 让我觉得一切都那么值得 无比感恩 感谢孩子选择他当妈妈的同事 也曝光宝宝 小名叫做米可 也许爸爸妈妈给你的不是最富裕的家庭 但一定会尽全力给你最幸福的呵护 李宇童孩子 小名曲叫米可 图 翻摄自李宇童微博 面对外界关切 是否未婚当妈 李宇童才想起 自己还没解释这件事 赶紧转发丈夫吴亦涛的报喜文写道 爱妈呀 忘了说和你结婚这件事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疑孕傻三年吧 男方则是晒出 两人的结婚照告白 一切都是因为爱 我会用一生守护你们两位女士的 文末还开玩笑说 也许还有第三位 李宇童与吴亦涛已登记结婚 图 翻摄自吴亦涛微博 李宇童曾和歌手薛之间有过一段情 男方2017年与前妻高磊星复合时 他曾跳出来爆料三人之间感情和金钱的纠纷 指控对方劈腿骗钱 私生活混乱 直指你和李小璐的事情非得被爆出来才甘心吗 甚至自爆增怀了薛之间的孩子 却遭到对方逼迫作胎 男方则强调 是双方协议过后 才决定作胎 双方说法不一 曾掀起不小通波 如今两人都各自走出阴霾 有了幸福家庭 薛之间 李宇童过去 曾闹出感情纠纷 图 翻摄自薛之间 李宇童微博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